外公 我们来了 我们家紫悠呢 上学期期末呢 拿了个第一名 包包怎么样啊 我们讲究素质教育 想让孩子全面发展 你们对孩子 真的是心大 是他嫌挑衅的吧 次次都是明里暗里的 比孩子 总这么倒数 也不是个事啊 怎么又成了倒数了 一代管一代 小孩的事跟你一句关系 我去尿尿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部剧呢 拜托拜求 恳求再三 如果你是三十岁以上 或者是你已经是 爸爸妈妈身为家长的身份 请你一定要看 尤其这部剧啊 目前为止在大陆的这个 猫眼影业的排行榜上面 它已经连续了两三个礼拜 都蝉联了 这个网络剧排行榜 第一名的位置 而且呢 就连是这个电视在播放呢 它也是蝉联整个中国大陆 前十名的地位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么这部剧呢 为什么会这么强 除了它的演员 每一个真的都是 所谓的实力派演员之外 它也算是 温馨现实主义的这种剧 什么叫温馨现实主义呢 就是说它这个剧情 它可以反映到一些社会的现实 甚至是家庭的互动 还有教育上面失衡的问题 那么这部剧叫做《小舍得》 赶快来看一下精彩的篇话 好 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部剧其实已经上导蛮久了 而且以目前来说 算是已经播完了 但是为什么吃瓜公主 还是坚持一定要来介绍给大家呢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部剧是非常适合 像我们这样子 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左右 这样的年龄段的 年轻父母亲们观看 而且呢 如果你家是有小朋友 或者是你家有要准备 甚至是你们是刚结婚的夫妻 这里面有很多的剧情 都是体现到你现实生活当中 你会面临到的真实情况 而且呢 它会带给你一些反思 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了 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以及升学体制 那我们到底该给小孩 什么样的教育呢 我们家长常常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说我们常会来比较 而且有这种很严重的比较心理 虽然上嘴巴不说 哎我不在乎小孩健康快乐成长 长大就好平平安安就好 但是当你拿到成绩单 常说哎呀 你为什么今天又考六十分 你今天为什么又考七十分 你这个难道不会吗 这道题老师没教吗 这道题怎么错了这么多次 还是不会呢 所以呢 这里面种种的问题 然后甚至就会变成说 那个某某某同学都特别的厉害 那个某某某同学啊 他这次考了几个一百分 那个某某某同学啊 他上了什么高中 他又上了什么大学 他的未来又有多好 各种各种比较 然后常常会无形之中 让你我的孩子就会喘不过气 当然这种比较心态呢 其实不单纯是存在你我身边 其实整个华人社会都有相同的问题 考汉您肯定是要看奥数成绩的 不然看什么呀 看奥数总比看谁家爸妈有钱有权有关系 要公平的多呀 那老师 明面上呢是哪家中学都不让公开考试 但只要他们想挑尖子生 那有的是办法呀 明考 暗考 面谈 面策 还有校考 种种考 深处规模的 听到这些剧情的桥段 想必很多的家长应该心里都很有感 尤其是如果你是家里有这种 准备要上小学的 或者是说准备要上高中的那种义务型的教育 就这么一回事 当然对台湾来说或许这种高压的升学环境 或者说我坚持要上好的学校 唯有读书高 这种风气没有这么的严重 但不是没有还真的其实还是有的 但是在大陆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明显 你要拿到所谓的一本好大学的名额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要拼高考 要批这个中考 各种考试都在等着你的孩子 要去面对将来的未来人生 当然现在来看看现在的孩子会觉得说 哎呀 我们就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就好了 多学各种不同才艺 可是我们会去反思 以前的联考就是一翻两顿眼 你考了几分 你就可以上什么样好学校 你就是以考试分数为学校的分发主轴 但是以现在台湾的小朋友来说 你要学好多好多的才艺 你要去得到好多好多的加分 然后呢有各种不同的升学管道 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 贫穷的小孩没有办法去拓展视野 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多课外的学习 没有办法学这么多的才艺 然后没有办法去比说谁去的夏令营比较多 那慢慢的就会形成教育的一种失衡的状态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想要靠学校正规教育翻身 反而是变成比登天还难 甚至是痴心妄想 我问老师同样的问题 他说其他同学有拼哈林的需要 所以拼的比我们早 学的比我们深 课堂上的内容我们是决心 人家早就是在服习了 我们是在补课 人家是在陪优 好光是这句台词 其实就反映了很多的教育问题 那么跟着常规学校的教科书学习进度比较重要 还是说是到外面的补习班 先补习然后回到学校 只是复习比较重要呢 那么这种教育模式 但是相信很多我觉得中南部的家长们应该又更有这样的感觉 甚至很多中部学校的家长或者是孩子应该特别的有感觉 为什么呢 很多中部家长都会从小就会告诉小朋友说 你要去拼私中 然后去拼私立的高中 这样你以后读大学才会有这个比较好的成绩 然后所以从小学开始很多的家长就会开始排队给小学生来报名各种的补习班 补国文也好 补数学也好 补社会也好 各种补 所以在剧里面就有一句台词 我觉得讲的特别好 他就说 以前大家进剧场看戏 大家都是买好座位 坐着看 但是呢 当有一个人觉得 哎呀 坐着看看的不太清楚 所以他就站起来了 后面呢 陆陆续续也会有不少人跟着他一起站起来看戏 那么到最后啊 所有看戏的人都站着了 那你坐着 你觉得我坐着是对的啊 因为我买了座位 我应该是要坐着看 可是你还看得到吗 你还能够看多久呢 久而久之 他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失衡变态这样的情况产生 那么对比到教育也是一样啊 就像常常会有一些补习班啊 或者是升学班 他会贩卖所谓的交率给家长 还有给孩子 就是说你不提前学 你根本跟不上大家的进度 所以往往就会让 本来应该快快乐乐成长的孩子们 变得会更加的焦虑 更加的没有快乐感存在 好 除此之外 剧中也凸显到了 现代年轻人最大的困扰就是 常常会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 那么年轻人呢 往往其实是有自己的理想 也有自己的抱负 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都会希望说自己在事业上面可以冲一把 但是当你遇到了结婚生子 小孩要照顾 然后放学谁来接 谁做饭给他们吃 谁帮他们打扫 谁帮他们签联络部辅导功课 种种的问题都是很多年轻爸妈遇到的困扰 那当然家里如果你有长辈帮忙 这还好说 但如果你没有长辈帮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这部剧根本就是体现了很多纯粹夫妻 或者是说你已经面临到有孩子 他可以体现出各种的端倪 那归根结底的原因 其实剧情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部剧里面就有很多的桥段是提供给家长们 或者是提供给社会去做一个反思的剧情 另外还要来主要介绍一下小哲德的演员群们了 因为他每一个真的都是实力派 像刚刚讲过的厉害 都是铁杆的这个演技 包括饰演这个最上一代的一家之主是 皇帝专业户张国立 那很多人都在说呢 张国立在这里面饰演的是夹在亲生女儿 还有妓女之间 然后夹在现任妻子以及前妻之间 这跟他自己的亲生经验 其实是有一点点不谋而合 有一点点像的 另外饰演他两个女儿的其中一个是 2013年金姬百花奖的影后宋佳 宋佳呢曾经看文章一起合演过电视剧《少帅》 他在里面饰演的是张学良的原配吴凤志 另外一个呢 则是台湾观众应该都非常熟悉 在这个十几年前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后宫甄嬛传》里面 他是饰演这个让人家更得牙痒痒的这个 华妃娘娘蒋欣 那么很多人都在说蒋欣虽然自己没有生小孩 但是这一次饰演一个标榜要拼才会赢的妈妈 那根本是把这一类的母亲 是演到活灵活现 那么虽然他这个身材稍微一直被人家说 有点微胖 是微胖界的女神 但是呢在这一次他的演技是完全可以让大家忽略到他的身材的问题 那么至于里面的两个男主角 也就是张国立的两个女婿 一个是拥有黄金男配角 演过《虎妈猫吧》 以及演过这个电影《太平伦》的实力派男演员佟佟 以及演过《新环珠格格》里面福尔康 以及《爱情公寓》里面张伟的李嘉航 另外啊这部剧的制作公司是之前拍过《三十而已》的《灵萌影业》 那么导演也是《三十而已》的这个导演张晓波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是呢 因为这部剧呢跟之前的几部电视剧《小别离》 还有《小欢喜》是属于比较类似的剧情 所以就被统称它是小系列的这个续集 那当然前面是讲述的是三个国中生升高中 或者是三个高中生要升大学 那么《小欢喜》跟《小别离》都是由黄磊搭档海青主演的 那么这一次虽然不是黄磊继续在搭档海青 而是由佟大为搭档宋佳以及李嘉航搭档蒋星 那么但是这次黄磊一样有参加戏剧的制作 而且呢他这次是以艺术总监的身份来参与合作 所以等于小系列的三部曲 把孩子读书的三个年龄层分别遇到的不同问题 以及一般夫妻们会遇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通通都给体现出来 《小别离》还有《小欢喜》这两部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过去在还没有录这种节目的时候 其实吃瓜公主一直都有在追向账的电视剧 主要是看演员的演技 其实里面的剧情内容也真的是让我们是有所反思 这次在大力的真心推荐给大家小舍得 希望大家除了吃光看戏疗愈自己之外呢 也能从剧情当中是获得一些生活上的反思以及反省 说不定从剧情当中你可以有更深的人生体悟咯 原来有意思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想看最新隐居话题 打开YouTube搜寻中天娱乐频道 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机